把折好的粽葉先用糯米鋪底 再放進帶點油花的梅花肉 外加一顆紅土製成的鹹蛋黃 這顆蛋黃鮮肉粽看似簡單 味道卻讓人驚豔 不僅是店家年度熱銷商品 更連續三年獲得媒體評鑑冠軍 他們的產品 他們的來源 都經過有來源的檢驗 或者是衛生局之前 一個月都會來這裡抽查 比較有問題的爆商雜誌 我看都爆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在這邊採購 說到端午節吃粽子 很多人會想到南門市場 不管是傳統的南北粽 或是各式口味的湖州粽 在這裡統統買得到 為了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南門市場店家特別公開製作流程 但如果民眾想在家自己包 美食達人也要教您如何挑選食材 如果說我今天挑的這種米雞肉 那包出來粽子平靜是太澀太乾澀 所以的梅花肉是我們包凍子的首選 豬肉又挑有油脂的梅花肉 吃起來才不會乾澀 另外像是菜脯也可以聞聞香氣 還有粽葉能夠從味道色澤和柔軟度 判斷新不新鮮 消費者在購買前得看清楚 才能兼具美味又吃得放心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邱志明採訪報導 請看 威士透露